新年快乐先跟大家说虎眠行大运 那我们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聊的 主要是关于中风后 这个视力 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视觉功能上面 受到中风影响之后 也有拿八种眼部的运动 可以来帮忙我们来 这个恢复自己的视力 那根据这个Stroke Foundation 他们的资料 那我们有看到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中风病人 他们在中风之后呢 可能会出现视力模糊的一个问题 不过当然有一些朋友 他们在随着病程往前推进的时候 那他们这个视力的问题 是有办法自己自然的恢复的 那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只能部分的恢复啦 好那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 然后他可能会受到这个视力减退的一些影响 那这个视力呢 他只是中风影响视觉里面的其中一种 那么其他的一些视觉方面的问题 像是视野的缺损啊 偏盲这一类的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中风之后 会常见的合并症状 那这些问题呢 可能没有办法透过单纯的这些眼部的运动 就可以慢慢的来做改善 那么通常还是需要我们回到原本的医疗团队 来去做更详尽的评估 还有做治疗的计划 那么我们这个眼部运动到底适合怎么样的朋友呢 那就是如果您的视力的模糊 复视还有这种双眼 我们在共恶聚焦的时候出现困难 是源自于我们眼球运动控制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这八种眼部运动 来去训练我们这六条 我们的眼睛六条的眼外肌 那么来去帮助我们中风后受伤的脑部 去重组这些控制眼球的这个神经肌肉的协调 那么就可以改善我们的视力了 好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有哪八种来去练习我们这个眼睛动作控制的运动咯 好首先呢我们是来看这个慢速眨眼 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在中风之后啊 其实是失去了这个不自主的眨眼反射的一个本能 那么我们就可以每天来练习这个慢速的眨眼的动作 好那怎么做咧 就是要配合深呼吸 在吸气的期间呢 请大家闭上眼睛 吐气的时候把眼睛打开 那么当然我们深呼吸 这个需要尽量的把我们呼吸的速度放慢 吸气吐气在不同的吸吐之间 我们来切换我们不同的眼部的动作 也就是睁眼跟闭眼 好那如果呢 我们这个睁眼的力气不够 就如果我们的这个像是结状肌啊 就是这个控制张眼闭眼的肌肉 也有受到状况的影响 那就可以请各位朋友去用我们的手指来辅助 去撑开眼瞼完成眨眼的动作 好那么这个慢速眨眼希望各位朋友每天至少练习十次 那第二个呢是时钟式clockwise的一个眼部的运动 好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 要请各位朋友 我们的头要固定不动哦 啊眼睛就是看着前方 好那么这个运动呢 主要是要训练六条眼外肌 那因为我们是说时钟式嘛 那其实顺时针或是逆时针 这两个方向其实都可以的哦 那也可以顺时针做完换逆时针 逆时针做完再换顺时针 或是全部都顺时针也OK 好那我们建议啊 最开始的时候方向从我们十二点钟的这个 往上看的方向开始 也一样跟慢速眨眼一样是搭配深呼吸 我们吸气的时候 我们的双眼就往上就是十二点钟看 好那么就感觉眼睛的肌肉 有被温和的拉扯 那吐气的时候 我们再把眼睛回到我们最开始 注视前方的放松状态 那大家要注意哦 我们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 我们的头都是固定不动的 好那么十二点钟做完就换一点钟 那么一点钟做完就换两点钟 那这个是顺时针的方向嘛 那如果大家是想要做逆时针的话 那就十二点钟做完换十一点钟 十一点钟完做完换十点钟 好所以就是吸气的时候往那个方向看 那呼气的时候我们的视野 这个视线就回到前方咯 好那就重复这个练习直到回到最开始的十二点钟方向 那么也是建议大家也是可以一天至少练习个五到十次 好那么第三个运动是什么勒 就是近视 Nearsight跟远视 Farsight的一个聚焦的运动 好那么最开始也是请大家 头是固定不动的 那么我们的手伸直 往前伸直 然后把食指伸起来 比一的这个手势 好那么头我们这个 呃在做整个运动的期间 头也都要固定不动哦 那么眼睛就是尽量 注视着我们伸起来的手指 那么手也是比较 也是固定不动的 好那也搭配深呼吸 吸气的时候 我们双眼是要盯着这个 我们伸起来立起来的十指 也就是所谓的Nearsight近视哦 那呼气的时候 好我们就把视线移开 移开到我们手 呃这个伸起十指后面的远方 也就是要看我们比较远处的一个视野啦 也就是远视 Farsight 好所以我们就是重复这样子的 呃这个眼部的聚焦的动作 吸气的时候看手指 呼气的时候看远方 啊记得头跟手都不能动 好那么这个交替的练习 希望各位朋友每天至少练习十二次 好再来呢 呃这个姿势基本上是一样的 呃就跟近远视的聚焦是一样的 好最开始也是头固定不动 那么手臂往前伸直 好那眼睛 呃一样是注视着我们这个手 往前伸直的手臂伸起来的十指 好那么呃就对 就跟图中一样 我们就是比个一 好那吸气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的手 呃这个手指啊 呃就当然是伸缩我们的手臂嘛 那把手指呃慢慢的往我们的脸来移动靠近 那呼气的时候呢 再慢慢的把我们的十指去远 呃远离我们的脸部 好那在呃我们吸气吐气的这个靠近脸跟靠呃远离脸的这个十指 那么过程中头都不能动 啊当然只有手臂跟手指在动 那么我们的视线也都要保持在这个手指的聚焦上哦 所以为什么要叫长号伸缩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吹呃像是长号啊 这个呃这种伸缩性的乐器的时候啊 那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在拉这个呃乐器的杆子一样 就这样伸缩伸缩 那么呃大家请不要求快 我们的重点是要在这个缓慢移动手指 而且搭配我们深呼吸的期间 我们的眼睛的这个呃是我们聚焦的这个呃 focus 我们聚焦的点能够在我们的指尖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平缓平顺的去完成这样的动作 好再来我们第五个动作叫做加强版的闭眼好哦抱歉那先跟大家补充一下 我们这个长号伸缩呢是希望大家每天可以至少来练习五次 好那再来到来到了我们第五个加强版的闭眼 哦那这个部分呢是呃就等于说是呃闭眼就很直观嘛 就我们就把双眼闭起来 那么加强版闭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闭眼的状态下请大家再稍微用力再做这个闭眼的动作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眼睛是闭着的 但是呢在闭着的时候我们还要再稍微用力一点 好像呃就是可能有异物或是沙子跑到眼睛里面 所以我们可能要就是把这个异物排出去 然后有一点挤压我们的上下眼瞼的感觉 那么呃虽然说是要稍微就是做一些用力 但是也请大家不要太大力哦 因为太大力的话就会造成我们眼睛不太舒服的感觉 好那我们这个每次稍微用力的这个闭眼啊 那其实是小于一秒钟就可以了 那在闭眼后我们就再放松回原本我们轻松闭眼的状态 就很像睡觉的时候或是闭眼休息的时候 那这个练习希望大家每天至少做十次哦 好那第六个呢是铅笔运动 好什么叫铅笔运动呢 这个其实的姿势啊 我们头一样是要固定不动的 那当然这个图是有一点错误啦 我们的这个呃就是一样是我们的一只手要来拿一只笔 那么当然因为铅笔是有比较明显的笔尖 所以如果有铅笔的话大家就可以拿起铅笔 好那铅笔其实是要摆在我们水平 我们视线水平的一个高度 因为这个图呃我们有看到这个小 呃这个这个这个呃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model它是把我们的铅笔 拿在视线水平线略低的一个状的一个水位的一个高度 所以其实是有一点错误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需要您把我们的笔尖呢 是放在视线的水平线 好那距离呢大概就是要距离我们的脸啊 45公分左右的一个地方 好那么我们的双眼呢就注视着这个铅笔的笔尖 就是聚焦在上面 然后呢我们要缓慢的在左右水平方向来移动我们的铅笔 可是头都不能动哦 也就是说我们的呃铅笔现在在水平动 那么我们的视线呢就要去跟着笔尖慢慢的动 直到呃这个眼睛运动就眼呃眼球动作的极限为止 好那就是这样子左右左右我们来重复五次 好那做完之后呢 呃做完这个水平的左右方向练习后 那么我们的铅笔就先回我们的呃这个最开始的位置 就是中央的圆点 好那如果手酸的话当然可以换一只手啦 那么再来呢刚刚是水平的方向嘛 现在我们是要上下上下的垂直方向来做移动 那么一样我们就是上下上下啊头都不能动 那么呃同样的是重复五次 那么一样我们是不求快啦 重点是要把动作平缓呃这个呃这个顺畅的把它做完 那么也一样我们就是呃练习五次 这样来呃来回是算一次哦 好再来呢是周边视力的刺激 那么周边视力的刺激就需要我们的亲朋好友来去做协助啦 也就是说我们先坐着头不动 眼睛呢就是注视着前方不可以偷看哦 好那么哦这个时候请我们的亲友啊 他呃可以站在我们的正前方 然后双手去拿两支铅笔 那么分别就是摆在我们的双眼的两侧 哦那但是这个呃方这个方向呢是需要我们的双眼在往前看的时候 呃我们的眼角余光还是看得到我们的这个笔尖的 不能他们把呃这个笔是拿在太远的地方 这样子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了 就我们的眼角余光就算我们是往前看 可是我们的眼角余光还是要能够去侦测到这两支铅笔的存在 好那么接着呢 呃我们就有点像是在玩游戏啦 也就是照顾者呃或是亲友他们呃就是随机的 他当然不能跟你讲 他就是把一只手的铅笔而靠近我们的脸 那另外一只手的铅笔就是远离我们的脸 好但是我们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视线还是要往前看哦 就是不能说呃在那边偷呃偷瞄他是怎么去移动他的手 我们的手就是要呃我们的眼睛就是要一直往前看 好那等他呃这个做完移动 就是说一只手的笔要靠近我们一只手是要远离我们 等他已经做完这个动作后 那就要我们就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猜呃 现在哪一只铅笔是离我们比较近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周边视野呃就是周边视力的一个训练 好所以这个呃运动比较复杂一点 他不能独立的完成他需要有一个亲友 然后呃拿着两只笔对然后站在我们前面 那我们头都不能动视线都要往前看 用我们的视野就是眼角余光来做这样的练习 那最后一个呢是找字游戏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需要呃亲友来协助啊那么就请他们在一张纸上啊 最好是有那种航线啊就是有那种呃直线水平线 然后请他们在这个一条线上呢去随机写下啊 呃二十个以上的中文字英文字或是数字 那这个就看大家平常习惯看什么字其实都可以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请他们出题 比方说他写了呃这个三十个呃三十个作文啊 就是三十个字的作文 好比方说什么新春福虎宋吉祥啊 啊生龙火虎福虎生风之类的 那啊就是比方说他就说好现在你要找出福这个字 那我就要从这三十个字去找去立刻找到福这个字在哪里 就是来训练我们的这个扫描的能力啊 好那当然就是越快越好越快找到越好 那么希望各位朋友至少练习五次 好那所以呃这八个眼部的运动就是推荐给大家啦 就是说如果您的这个视力的问题是由于呃我们的眼部的运 这个六条眼外肌的协调还有运动控制不佳所导致的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样的小练习来去做呃这方面的训练 然后来让我们的呃视力有所恢复 好那如果要提醒大家说如果在呃做这个练习的过程中 呃我们的眼睛有一些不适感那要去怎么处理呢 那其实首先要去区分呃这个不舒服酸痛是那种顿顿的痛 还是很尖锐的痛 如果是顿顿的痛呢原则上是OK的 其实他就是代表说好我们做完这些运动 诶我们的眼睛的肌肉已经有受到充足的训练咯 只是他有一点累了 就像我们做运动我们跑步或是做呃重量的训练 那如果呃太做的比较激烈一点那么当然也是会酸痛嘛 所以这个顿顿的痛就比较接近这样的感觉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呃适时的休息 而且要有充足的睡眠去让我们的这个脑部还有神经肌肉 可以去持续的来帮助我们的眼外肌的呃运动控制 来去做呃回路的重建 还有组织的生长修复 那如果是那种很尖锐的痛 请大家立刻停止练习 那么真的很不舒服的话 就是要赶快去就医 去确认有没有进一步呃这个呃严重 而且需要立刻处理的问题 那么会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 主要是因为视力对视觉还有我们人的整体功能是非常有关系的 因为如果我们的这个眼部的肌肉的动作控制不协调 那么让视力呃会有所改变 它影响的不只是可能会晕眩不舒服这种问题而已 那么对生活品质还有我们人的一个功能也是有很重大的影响 所以希望这些眼部运动可以对于呃这个有需要的朋友 来去做持续的练习 那去帮助我们眼外肌的神经肌肉的协调 好那么就呃这个祝福大家早日康复 那也希望大家呃这个2022虎年新春愉快 那我们下一次见咯拜拜